哥哥 你看我写的字 是不是有进步呀 嗯 我觉得有进步 没有事让我写得那么胖了 想说不的故意卡壳了 不是他不想说实话欺骗小丫头 而是腿太疼了 去让娘给你洗脸换衣裳 哥哥醒了 哥哥醒来了 大哥醒了吗 二郎从前院跑了进来 当他看到大花猫珍珍时 就扭头喊三郎 看你给大哥把药端去 说完他就去牵珍珍的手 走 二哥去给你洗脸 珍珍由着他牵着自己 同时很严肃地纠正 说好的哟 你们要叫我老大的 那是以前 现在你是我爹娘的干女儿 就是我的干妹妹知道吗 按规矩你就得叫我二哥 你看看谁家的哥哥管妹妹叫老大的 这不乱的套了 不过你放心 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老大 那也不行 我叫你二郎吧 等将来你长得好看了 我再叫你二哥 几个意思 臭鬼胖子不配当哥哥 忧伤 忧伤的二郎把小丫头带到了造房 很快就把脏兮兮的小姑娘 给收拾干净了 珍珍 快来 爹爹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啥事啊 爹爹 柳公子说呀 明日早就进山 这一趟要在山里待半个月到一个月 你说咱们要跟着去吗 为什么要待这么久 爹也不知道 不过柳公子给咱们一人二十两银子的报纸 不然咱们跟着去 反正在哪儿睡不是睡 去山里睡也一样的 珍珍没打理他爹 而是跑去问着居大夫 爹爹 你要找什么要想 画给我看看行不行 我经常进山玩 也许见过呢 半个月的时间太长了 他才不要离开小哥哥这么长的时间呢 好好好 爷爷画给你看看 他把画画出来之后 珍珍就好奇地问 要知小哥哥需要这么多药材的吗